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 方面的客观可以进行关注 今年首长这位命主是28岁 事业线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 有稳定的工作单位 建议在一些公文单位 包括事业单位都可以 把握好机会 感情线生前不一 在16到17岁就有桃花 21到22岁感情线上 感情上注意烦心事比较多 波折也比较多 感情正常 在24岁之后开始慢慢的稳定 但是在28到30岁之间 有断开 注意感情问题 生命线也偏太短 很短 注意大病 特别是在中年的时候容易出现大病 我们看这个首相 这个首相来看 三宫还是比较饱满 但是你看它的长色 长色有一片区域 这一片区域都是出现 这个出现这个什么 发案发子 这个身体体质要注意 而且呢 在生命线的在早期20 这个12到15岁之间发生过大病 而且呢出现住院的情况 今年是24岁 这两年感情的方面需要多注意 感情会有大问题 甚至有分手的可能 不要考虑在26岁之前结婚 这个感情线的断层 而且呢 这个有很多干扰文 这两年呢 这个压抑的事情比较多 烦心事比较多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首先适合在外地发展做事 这个性格比较固执 直爽 积极 在18岁到19岁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原因 但是呢 到了19到20岁呢 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 23到25岁呢 需要注意感情方面 有一些问题 那么事业还是不错的 事业线还是比较清晰直上的 直达中指 在事业方面呢 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特别是在26到27岁的时候 将来呢 有一些副业可做 可以选择创业 这个整体手型呢 小指跟这个外撇 都是外撇 这个这种人呢 也是适合在外面闯荡发展 好了 整体手型和文理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